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死了 他一生犯下的罪行再次受到全球輿論的關注 尤其他為了迫害法輪功所採取的手段 如今已被廣泛的運用於對付普通中國百姓 中國大陸民眾要想獲得自由世界的信息 如今都需要翻閱中共的網絡防火牆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這個剝奪中國人信息自由的 所謂網絡長城的始作俑者 就是幾天前死去的江澤民 公開資料顯示 中共長城防火牆的建立 起始於江澤民執政的1998年 並由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主導 防火牆的主要功能是過濾關鍵字、封鎖IP 劫持域名、過濾加密傳輸等 與防火牆同時建立的 還有中共公安用來監控民眾網絡活動的金頓工程 這個工程的背後支持者同樣是江綿恆 由於第二年江澤民就發動了對法輪功群體的鎮壓 防火牆和金頓工程在啟動和開始階段 都是以法輪功學員 及其通訊信息傳播為主要對手的 因此當時很多中國人還感受不到它的危害 它把整個中國人獲取信息的方式都給徹底的改變了 它也使得原本以把破信息流通障礙而誕生的這個網絡 它反過來就成為了中共對民眾進行洗腦的一個倍增器 那麼時至今日 長城網絡防火牆 它已經成為中共數字集權的最主要的一個基礎設施 另一個最初只針對法輪功學員 現在也擴大到全民的迫害手段 是活摘人體器官 中共從1999年開始迫害法輪功後 就開始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這個罪惡2006年被揭露出來 當時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而現在 活摘受害者已經擴大到了新疆人、西藏人和普通民眾 比如媒體曾多次報導 武漢地區很多大學生失蹤 還有韓國青年到中國旅遊也被盜取器官 海外人權組織追查國際的電話調查錄音顯示 前中共軍隊總後勤部衛生部長白書中 和前中共商務部長薄熙來等都親口指證 是江澤民親自下令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從迫害法輪功開始 擴大到迫害全民的手段 還有破壞法律、解放、關黑監獄、濫屍庫刑等等 中國其實現在很多的問題 包括官民的對立 都是跟當時鎮壓法輪功是有關係的 因為就是任何一個能夠讓被壓迫者申訴的渠道 法輪功學員一開始都是在試圖利用這些渠道 然後希望能夠把鎮壓停下來 當時江澤民下達密令 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 不查申源、直接火化 中共因此大量擴充監獄、擴建勞教所、黑監獄、洗腦班等 隨便裸置罪名 甚至不需要罪名就任意關押 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 受害者難以計數 而現在 這些手段也同樣被用到了普通民眾 甚至是中共的落馬官員身上 江澤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所有這樣能夠 維繫社會公正的機制全部破壞掉 從信仰自由到言論自由 從行政上訪到獨立司法 都被江澤民給破壞掉了 這個時候社會的惡果就開始顯現出來 而這個惡果是所有人現在正在承受的 江澤民執政時期強化了對中國民眾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控制 特別是他對法輪功學員實時的慘絕人寰的大迫害 大屠殺 大逮捕 犯下了人權共憤的反人類事情 旅澳法學家袁洪斌表示 很遺憾的是江澤民沒有在活著的時候 受到正義的審判